各位观众欢迎来到手游酷玩 我是星星猴 今天继续糖果猫黄金跑酷金结猫的农场 这一关我们竟然还不能升级啊 真是煎熬啊 看来有空我应该多吃点金币了 因为这个这一关的金币需求量简直是太大了 正常来说游戏已经进行到13天了 13天基本上都是快进行一半了 而我们现在连三分之一都没有啃掉 因为这一关的金币需求量真是太大了 简直不敢想象 我感觉这应该是这个游戏的大主第二关了 升级过后就是最后的狗狗本 狗狗本是最后一个解锁的人物 他之后如果没有人物 那么就不会再出现解锁了 所以说这一关理所应当 需求量是最大的 不过也还好 我们也完成了通关一个游戏 像糖果猫的摩托赛艇已经通关完毕 现在狗狗本正在坐着世界巡回赛亚 爬枪带领他的快艇 走过世界每一个角落 将全部武装地图都领略一遍 如果喜欢看摩托赛艇的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手游部玩 糖果猫系列游戏都是非常值得一玩的 他的游戏制作精美精良 然后细节是非常到位啊 像糖果猫黄金跑酷 人物带着安全头盔 游戏的音乐变成类似于像龙音的感觉 因为这个音乐在他的耳机里面发出 如果他戴上头盔 会使这个音乐环境不一样啊 然后就是这个飞机 这个飞机在空中 我们可以领络这个远处的风光 然后飞机燃料耗尽的时候 人物并不是直接掉下来的 他是利用一个降落伞进行下滑 其实这个游戏 在中途还会随机出现boss 就是这个浣熊大人 这个浣熊一直是糖果猫团队的核心宿敌 他们会偷窃糖果猫的金砖 偷窃糖果猫的糖果 你看糖果猫好不容易挣点钱 在市中心买了一个别墅 小伙伴们在一起开party 然后这个浣熊就偷窃他们的金砖 就有了糖果猫黄金跑酷 然后糖果猫又联合开了这个糖果店 叫糖果猫糖果跑酷 然后浣熊又来盗窃他们的糖果 再次展开追逐 最近又新出了一个叫糖果猫英雄冲刺的 糖果猫化之为超人 对抗整个的浣熊团伙 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里我们追逐这个浣熊 所以说在跑酷游戏里边 反派你是永远不可能抓到的 咱们在这里将它毒打一顿 就是最好的了 它会扔出很多金砖 然后在前方设置各种的 诶 它刚才好像从这个建筑物里边直接穿过去了 从这个车里边直接穿过去 为什么你有这样的神力而我没有呢 如果我撞到车上直接就挂掉了 刚才这个浣熊 竟然从这个移动的车里边直接穿过去了 还是反派牛啊 要怎么说我们永远追不上他呢 他竟然能穿墙而行 这已经不是有神力了 因为他有一些的这个bug像是一种能力 我们的糖果猫必须要化成超人来对抗他的反对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跑会游戏的反派是不可能让你抓到的 如果抓到了游戏就结束了 因为跑会游戏还属于是无尽模式 就看你的手法跟意识了 这里又回到了老西部 领略这里的蒸汽时代的风格 胖猫 黄金跑酷 我给出的是五星评价 中等 略偏上 还是推荐大家去玩一玩的 整体的素质还是非常不错 各种地图 各种的外貌人物 都能解锁 进行一个不同的体验 穿过老西部 我们应该回到城镇街道了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喜欢我们请订阅 手游铺玩 请订阅